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距离太近的话就直接W把人撞走了 距离太远的话就很容易形成原地空Q 因此我觉得最合适的距离 最容易成功的距离应该是W这个技能在范围的边缘的地方 所以说一开始你练习的时候可以把智能师法给关掉 就用普通的师法方式把握好W的距离 然后练熟了之后再开始用智能师法 这样还是比较科学的一种方式啊 这两个技能肯定都是主生和复生的 但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到底是主生Q还是主生W 这两个技能的升级都能够增加伤害减CD 都非常关键啊 但我觉得还是W更关键一些 毕竟W可以算作半个突进技 很多时候当你碰到一个残血的英雄对吧 就差那么一点点输出 就是跟不上 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更快CD的W 来帮助我们进行补刀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两个技能啊 说完之后再说一下这个一技能 一技能前期升一级就够了 主要作用的都是加血 这个时候看到野区来了个瞎子 但是我现在只有一级 马上跟队友打标记兄弟啊 我只有一级 等我到二级就在开稿 但是他好像没有领悟我的意思 没办法就能强行上 还要我上带了个点燃 W过去给他一个点燃 这波真是有惊无险 还稍微赚了一发 其实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一波 因为这个时候我一直在被压兵线 这波如果说我们2v2失败了的话 我又死了的话 你就完蛋了 对吧 这要丢三波兵再加上一个人头 就直接爆炸了 非常危险 还好牛头前击的属性还不错 而且我带的是一个点燃 没有 还算稍微赚了一些 就不再多说 直接说这个异技能啊 异技能除了加血之外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体现在这个时候 可以用来塔下帮助补刀 就很多时候 当比如说一个远程小兵 单纯的像这种情况 其实你是补不到的 对吧 塔A一下 你在A是补不到的 这个时候可以利用这个 异技能 这个额外的被动的伤害 来帮助我们进行补刀 但很多时候 这个效果不仅不能帮助我们 还有可能起反作用 就比如说近战小兵 这个时候这个打野来帮我了 但是这波感觉好像很有机会的样子 这个距离好像不太足以 2连直接闪现Q起来 然后 想大多久抢个人头也没有抢到 接着说补刀的事啊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近战小兵吧 塔需要A两下 对吧 你再A一下刚刚好能补到 但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提前释放了E技能的话 很容易就影响你的补到 因此这个 这个E技能啊造成的配合被动造成伤害 帮助补刀这个还是需要 认真真真地练习一下的 确实很难以掌握 前三个技能说完之后 最后再来说一说这个大招 大招我觉得是这个牛头到六级之后 保证月塔强杀百分百成功的核心技能 解控加上70%的减伤 意味着前期几乎是一个不死之身 所以说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的一点 不要吝啬对吧 不要等啊 对啊 你看我的血快 马上就没了 对吧 快死了 我再放大招 这时候意义就不大了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对吧 在承担伤害的第一时间 把大招放出来 能承担起足够多的伤害就行 不要这个不舍得放 毕竟 我们出装也是以减CD为主的 所以说这个大招的CD还是很快的 技能介绍完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对线啊 这把我们对线呢 就是一个远程拉克斯 其实并不是特别好的对线 可以看到从前期到现在 这个拉克斯其实一直在压着我打的 我们又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因此前期对这种远程英雄 唯一的办法就是混 等我们到了5级之后 也就是现在之后 有了3级的W之后 可以找机会强行打一波 消耗血 然后等待我们6级 或者说打野来 配合起来来杠克他 我们的优势啊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 突进加控制的能力 能够跟打野配合起来杀人 但对线能力确实是太弱了 毕竟是一个进展 想要混得好 所以说前期一定要出 强烈推荐给大家的这么一个装备啊 就是这个工资装 这个时候他还不走这个距离 只要保证啊 能被我二连到 他肯定是已经避死了 这个时候直接冲了上来 直接W克连成功起来 他好再一次死张 这就是这个牛头这个英雄 配合打野 非常厉害的一点 可以无限的搞对面的 这种远程 没有位移技的英雄啊 他几乎是不可能逃生的 尤其到6级之后 我有大招之后 更是可以跃塔强杀 据说我们的出装问题 前期出这个工资装 就是保证我们能够在前期 安稳的混下去 如果说没有打野来帮我们 对吧 我们自己有单杀不掉 怎么办 只能混 这个工资装大家不要小看 到20分钟的时候能比对面多 大概800多块钱 对吧 你混的多的话可能会高一些 能达到1000 混的少的话也可能就是700多 下午这波好像很有机会的样子 还算是杠壳成功了 除了这个工资装是必出的之外 剩下的还有一些装备 我把它称作是减CD三件套 也是推荐给大家 就是减CD鞋 配合这个工资装升级之后的 这个装备 然后再配合上 无瑶之火 这三件装备是必出的 出了三件之后 再考虑出别的装备 还有一件是我特别喜欢 但是你们可以根据情况决定的 就是这个 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在升级的杀人书 因为我觉得我用牛头 很难死 因为有大招 所以说用个杀人杀人书 还是很好混的 这一事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用异技能配合塔下进行完美补刀 对吧 对阵远程是不太好队 但是对阵近战其实非常好队的 也是比较克制 这个版本流行的刺客中弹 也是所以说才强烈推荐给大家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好这时候到现在 他又有一个走位时候 直接冲上来打了一套 但是因为身上有盾 所以说我们一个点燃杀不了他 所以说没有着急的打 这个时候他还想强行跟我打 难道说不知道我有大招吗 这个时候我们点燃都可以省了一下 直接一个W撞死就OK了 这个 对面这个中路也是对 AP牛头可能不太了解 他想强行秒掉我 我那个血量看似很危险 但是因为我有这个大招的存在 所以说其实毫无任何危险 只是在突然一波冰险 感觉 哎 这时候来个猫子 我擦雷 他这个 怎么这么准 我觉得我反应已经够快了 看到他差点第一时间就开始往后走 但是他还是 在万千小兵当中 精准的Q到了我 死了就死了吧 对吧 就反正就身上就在一层 一层 两三层戒指吧 也也没有什么 也无关紧要的 死就死了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前期的线上优势已经保证的 很彻底了 继续出我们所谓的三件套 对吧 其中这个工资装除了加钱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点作用非常关键 就是因为他可以释放两个优魂进行减速 很多时候因为牛头这个英雄 不像上一期的角月 角月那个英雄是怎么 前期主要以发育为主 对吧 当我们逆风也好 顺风也好 我们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发育 再去考虑支援 支援还是用这个 用传送支援比较好 为了保证限量不亏兵 但牛头这个英雄不一样 一旦当我们有了一定装备之后 我们一定要四处游走 因为这个游走能力非常浅 而且兑现能力又偏弱 所以说呢 我们就需要这个工资装升级成的这么一个装备 来保证我们的杠克成功率 可以先减速 然后利用这个减速的这个时间之内 进身 然后利用WQ2连进行击杀 这时候我们就果断去下路 可以看到这对面下路已经率先赶到了 上野都到了 这个时候我们去应该来不太急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插一个眼 先看他们会不会打龙 如果打龙的话 感觉还有机会 因为我们这时候我们的打野也来了 但我们打野要去打三郎了 从小里头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一个人想阻止他们去打龙 感觉有点不太现实 对吧 这个时候不敢去 给最后打下标记 看看他们会不会去 这时候先来一个中单 先好一波再说 先把他的战斗力降低一些 然后我们回到线前收一波兵 因为感觉 这个龙应该是阻止不掉 但是我们的人好像还想去 这个时候这边血量比较残 可以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收割一下 一个瞎子 这个距离我们WQ2连肯定不到 但是可以闪现WQ2连 没有选择冲动这个时候一个辅助 这个机会非常好 直接闪现WQ2连 秒掉对面中单之后 然后开启大招 开始抵挡伤害 这时候我们的打野 给上了一个无敌盾 对吧 无敌的范围圈 我们先稍微撤一撤 然后插一只眼 等一下他们战局 再混乱之后 我们再利用我们的WQ2连进行收割 接着往前走 看看机器人 我们现在是我们陷入敌方的包围圈 不过对面我们可以强行 盯准一路 机器人先扛塔 这个时候我们身上有W 直接W死一个人 然后马上开始往后撤 撤之后 这个拉克斯复活时间就是快 直接闪现Q到 然后我看能不能救他 直接Q一下 感觉救不了了 救不了 直接利用W进行一波位移逃跑 这波可以说打得非常胶着 最关键的还是一开始 我们把对面终端 给耗灵残血了 耗灵残血之后 他就失去了战斗能力 所以说我们能够在 接下来追击战当中 一直在追到对面打 我们还算是一个满状态的 一个牛头 这个牛头中单最强的一点 就在于这里 像别的中单 一般就是换血 就是你打一套 你打我一套 我打你一套 对吧 大家换个半斤八脸 但是牛头这个人 因为他是伤害和控制于一体的 所以说 当我们强行把对面打一波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撤退 我们打完一波 再等一波 再等下一波 这是牛头这个人 用的输出的手法 大家当打完一套技能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处于技能CD状态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 追到对面一直A啊啊啊啊 没有意义啊 我们攻击率很低 我们是一个AP 因此 打完一套 WQ加普攻 尤其出了无药之火之后 这个普攻要打出来 伤害很高 打完这套之后 马上进行走位 等待在下一套 所以说减CD装备非常关键 出了我们的减CD三件套 身上就有 总共是30%减CD 再配合上蓝buff之后 是一个满的减CD 这样一个牛头台比较有威力 因此 等级对牛头来说比较重要 所以说前期混线的时候啊 就把 少补几个刀也无所谓 少那么点钱也无所谓 我没有工资当弥补 所以说前期尽量不要死 就是以混为主 混到中期六级以后 或者说五级以后啊 尽量呼叫打野 来前面强行帮我们 一起击杀顿的中单 如果打野也跟我们无法沟通 对吧 那我们就不去他管他们 到六级以后 冰清完就走去游走 冰清完就去游走 角瑞这个英雄不推奈 要游走 是因为在野区 很容易被芒僧啊 狮子狗这些英雄 一抓住就单杀 这个时候抓住一个 这个血量的 有接近满血的芒僧 看我们直接一套秒杀 这就是这个 牛头这个英雄的厉害的地方 只要有一个高的等级 我现在实际上 这个装备 其实法权也就100多 但是一样能随意的秒杀 这个时候又来了 感觉他又要死了 特别稳健啊 对吧 只要二连就必死一人 所以这牛头这个英雄 一定要多游走 一定不要混线 混线一个出现在 明面上的牛头 别人都看到你在这 你技能再强 屌又没有 对吧 一定要多游走 利用游走 帮助自己 也帮助队友打开局面 把线推过去之后 这一波我们继续选择 往下路方向进行游走 为什么这把选择 一直在下路 而没有选择去上路 因为上路这把 首先这个甲格斯发的非常好 其次因为我现在装备 虽然还可以 但还不够好 秒不了这个甲格斯 这时候看到一个芒层 直接二连上一圈打一套 然后马上走 对吧 WK二连打一套就走 这个时候这个 他又放了一个照 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有没有机会帮助他 先击杀掉一个VN 但是感觉这个VN 这个血量一个W 竟然还差一点 这个是一个闪现风女 闪现大招 救了他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一波应该是没有机会的技能 还差一些 这时候不敢进他 因为我们现在身上没有大招了 没有大招之后 我们其实非常脆弱的 赶快撤退 这一波的话 也是太过于冒进了 我跟打野 其实他跟我一起去击杀这个芒僧的话 去蹲击那个芒僧的话 芒僧就已经死了 但是他选择去搞对面的别的地方 可能去打十六人了 这样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蹲一下 因为对面的红还在 我觉得应该会有人来 这时候果然看到一个芒僧了 这个血量 他是肯定被我说一瞬间秒的 他显然也不太敢 跟我们刚 这时候可以看到 中路已经去到了上路 去到上路下路的话 我一个人没有大招强行的月塔 显然是不合适 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牛头这个英雄 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强行月塔 有大招 马上找机会月塔 对吧 有大招就找机会月塔 没有大招千万不要月塔 就杀那些可以杀的人 就打那些我们不需要月塔 就正正常常的那种小团战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我们因为没有大招 所以说稍微猥琐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这个人竟然一个人又去了 这个时候我肯定救不了 只能帮他放一个小幽魂 小幽魂减一下素 这样的话这三个人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把这个小的这个boss给杀掉 但是我们也阻止不了啊 阻止不了人回家 现在剩下这个钱 直接把我们的杀人书升级一下 然后再出出我们的减CD三天条最后一条这个耀光 现在耀光 虽然不加法强了 但加减CD还是非常喜欢的一件装备 也非常气和的牛头 现在还是没有选择去上路 就刚才说的原因 这个因为这个贾克斯发现很好 如果说我们 我现在一波秒不要他 秒不了到他的情况下 形成二为二 我跟小伙伴后期都是 打完小技能都是没有战斗力的 很容易被反杀 所以说等我们装备再好一些 再选择去上路 这时候我们有机会就在现场单杀 没有机会就尽量多帮助下路 这样的话还是一个比较 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打法吧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杀人书 这个时候这个贾克斯又TP到了下路 下路已经形成 不是贾克斯中端TP到下路 下路形成了一波一换一 一换一的话 我跟打野跟辅助都在 这波绝对能赢 绝对能赢 因为我现在战斗力非常之强 关键是先手谁的问题 先给了一个盾 这个时候我们还先手了一个拉克斯 然后接着往前走 开启了大招开启大招 之后给上一个加雪 这个时候 风女一个吹风救了命 但是还是最后被我们一个W收掉 直接闪现走了 又来了一个风女 给上一个加雪 看能不能蹭个助攻之类的 好像输出不太够 只能直接走了 这时候上路又被对面的单杀了 那下路赢一赢 看看有没有机会啊 感觉应该没有机会了 直接走了得了 还有清雷波兵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有很多啊 可以拿龙 也可以这个拿蓝 我建议应该是优先拿龙吧 毕竟对面死人比较多 而且这个打野也不在 我们的 打野应该要活了吧 对应该要活了 这时候插一个眼果然 哎呦 快打20分钟了 现在我们一条龙都没有啊 对面应该拿了两条了 这把的隐患就在于这个龙 对吧 虽说我们现在 我们的人头竟然也是一个逆风 这把我一直很顺 这个应该是上路在无限的死 下路应该也在死 这个时候他还想拆我们的真眼 直接往前冲我们的这个大招马上就要好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不能 直接给上一个W啊 吓我一跳 还好身上 哎呦 这太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这个王森应该死了 幸好有这个不死之兆啊 对吧 这个所以说我们还没有死 先给上一个加血 然后甲格斯现在身上没有 没有意了 好直接大招 开启大招 然后往前冲 等到下一套二连 我们现在CD是满的 所以说二连CD非常快 又一套二连 直接一记普攻 然后再一记普攻 收到这个人头 这波甲格斯是太冒劲了 可以看到这个是牛头这个英雄 虽说我们一开始被盲僧打得跳残了 但是这个英雄就是因为他的独特特性 就是伤害和控制剂是一体的 我们打出来这个伤害的时候 敌方处于控制的范围 被控制的范围里 他无法反抗 所以说我们能够在采取的时候 继续骚 对吧 继续强行击杀了这么一个 伤到贾克斯 然后又利用大招 抵挡伤害 我们去击杀多面终端 这是这个英雄厉害的地方 回小架 给鞋子付了个魔 这个一身装备 可以说这四件套 是我几乎必出的装备 剩下两件装备 一般也会出一些纯输出 比如说帽子和法杉棒 补齐最后两件 因为牛后这个英雄 因为他大招的存在 所以说他几乎是不可能会被秒杀的 不像别的一些终端 但可能还会需要出一些防御装 因此出这些纯输出装就行了 拿这个装备之后 终于我觉得 这个贾克斯已经可以被我秒杀了 即使他满血 可以看到他现在是半血 半血的情况下 直接给他一个大招 然后这个直接二连起来 直接杀掉了 普攻都不需要 正常情况下他满血应该秒不了 但是 三分阵血是毫无疑问 肯定可以秒杀的 最后现在装备的厉害地方 我的杀人数已经接近满了 这个时候就四处找地方 搞事对吧 上落搞完 来中路 来中路这个人 一个Q中了 中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波兵清了 然后去下路 这个装备绝对是见谁秒谁 没有人挡得住的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 有大招就可以随意的去搞事 这个时候在这个位置应该可以 我就打标记拦住这个盲僧 这个盲僧过来 直接被我二连打起来 然后给上一个点燃 没有舍得给 我以为他死定了 他应该还是死了 对他死了之后 我们就直接来搞这个 VN直接 晕到墙上 我现在没有开大招 给上一个加血 然后直接 Kill起来杀一个 然后开启大招 然后把贾克斯顶飞 然后接着往回走 这波贾克斯感觉要无敌啊 对吧 我们现在身上这一点血量 应该还能 这个血量 因为被他Kill一下就死了 不太赶上 还得再加一口血 再加一口血 等这个贾子再放一个Kill之后 才赶上 他又放了一个Kill 这个时候我们 这个贾克斯在罩子里 我肯定不能去 这个时候我跟这个VN VN直接被我一套 二连 直接秒杀 可以看到这个VN也是血量 非常多 给我一套秒了 这波其实我有点失误的 我大招开太晚了 犯了我一开始 就开始说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 我那大招一定要第一时间用 如果说我在 扛塔的第一时间就开大招的话 我的血量会保证很安全的状态 这样的话 贾克斯很有可能就会被我跟 一阶又直接秒了 不过也无所谓 对吧 虽说操作上有一些失误 但是结局已经是美好的 我们还是成功赢了这波 赢了这波之后 再次补装上帽子所需的装备 直接往前走 现在他看到我 肯定会心里异常之害怕 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抵挡了我一套二连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威慑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秒他 但这个人 因为他现在在塔下 我这个不太敢上 如果是我上的话 我虽然死不了 但就怕有人蹲 有人蹲就完蛋了 这个时候来到了上楼 这个贾克斯 还傻傻的不知道原来死亡 已经逼近 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但是没有办法 还是一套直接秒杀 这个就是三分之二十 一套直接秒杀 米哈之后这时候来拿一个蓝 已经超神了 这波虽说 那一开始 只有我一个人胜风 其他路都有逆风 但是就是一个如此顺风的牛头 就能展现出如此惊人的威力 这个大家一定要练一练 而且 整个操作非常简单 无论团战还是小规模 这个杠格都非常厉害 操作方面只需要练好二连就OK了 对于这个团战的手法 该打谁方面 我觉得呢 就就像我说的 打完一套技能 就开始 这个 走位 打完一套技能 再走位 就就OK了 就就很简单 所以说 希望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这时候 这一路应该是破不掉 破不掉的话 我们就再去把上楼二打的推掉 现在人头虽说还比较接近 但是整个已经在压着对面打了 这时候这个贾克斯又来了 我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想强行越塔感觉有点困难啊 因为 对面人有点多 我们的打野还傻傻的 想要打 我们三个人打 对面五归人肯定是不太现实的 给了个闪现 看看能不能来帮助他救一下 能不能救他一下 他身上 有大招 有的 他怎么没有用大招 他用大招 我还准备找去救他一下 这个时候 不能不能吃着Q 直接闪现走了 又把我自己的闪现给骗出来的 我因为我看他身上 身上有大招 所以说 想救一救 但是 他好像放弃了 放弃的话就算了 直接回家 现在回家的话 其实很尴尬 因为身上 其他人不够把这个 帽子做出来 还是继续刷一刷吧 状态又全满 对吧 也没有格子 什么也做不了 做不了就 继续攒钱 攒够2115 这个时候这个机器人 哎呦 这个 真好好的顺风局 总要一个接一个的送 给对面机会 好 对面又拿一条小 这条小龙对面拿了 对面已经三条小龙了 二十分钟三条小龙 这个如果对面翻盘的话 就会因为这一点 这个小龙不能让对面那么安心拿掉 看看怎么搞 对面被我强行威慑 逼开了 只有一个贾克斯在这 贾克斯 强行开一个异想 全能上来 开启大招 然后秒掉贾克斯之后 接着 机器人往这 这个石头人往这边撞了 往这边撞之后 我有点跟不上啊 好 一个W 没有杀死 没有杀死 一个QQ起来之后 不管他这个死定了 接着来追这么一个VM 这个VM 兄弟 你没有跑的快哦 这波 虽说是一个三打五的情况 但是 就是因为我是个牛头 所以说 对面完全 就 就 就很 就很烦这个英雄起来 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秒这个牛是不限 不可能的 不是说不现实是不可能 因为没有大招 然后 你稍微不注意 对他近一些 又会被他秒 所以说你看到一个牛 即使是一个中路纯输出的牛走过来 你又不敢打他 你打他 他就会直接给你一套 然后开大招 你又杀不掉他 这又是牛这个英雄的厉害 这个英雄最大的弱灵在于前期 前期如果说被压制的很惨 然后再被打野针对的话 装备起的慢 然后 经验又被压制 压在塔下 无法动弹 不敢走 自己打野又不来帮 这个英雄就很难打了 如果说前期一旦发育的比较好 或者说安稳的度过去了 中期到后期会越打越反 越打越反 这个英雄尤其是到后期 输出高的EB 然后 CD又快 大招持育时间 应该是7秒 7秒的时间 足够我们放两套而连 一开始第一套打上去 然后开启大招 大招持育时间内 我们能不能放两套而连 一个而连秒一个人 非常厉害 所以说 这就是他唯一的弱点 就是他前期 还有一个弱点 就是说他那个WK20可以被闪现躲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躲是完完全全的躲 无论伤害还是控制都躲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被躲 一旦被躲 哎 这时候给上一个 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工资装的效果 满血直接秒杀 开启大招 他完全没有反射给我们打的欲望 等我们下一套二连 然后等 啊 等等等 等到他下之后 这时候来了个VN 感觉秒VN更好一会儿 直接二连 哎 被勾过去 还是被我们A死了 又一套秒掉 然后接着走位 因为现实上没有大招 不能扛伤害 等到一套二连 好了之后 再走过来 再一套二连 直接秒掉 三套二连 秒了三个人 嗯 这个呢 直接直接拆机就行了 好 嗯 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厉害 克制中单刺客 也可以打爆中路法师的一个 AP牛头啊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我们就 下期视频再见 Кın 1 3 3 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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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